大家好又来到DMC Fun Kitchen的时间啦 来来来今天葱头姐教大家怎么做百搭款式的葱头油 还会做两个款式干的和葱头油理的 首先我们要挑选这种红葱头 红葱头要先把这个头和尾巴去掉 然后再把外面的这一层包衣去掉哦 我会重复做几粒给大家看 接下来的我会全部加速 包好的葱头记得一定要洗一下 凉干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些姜末 还有一些蒜末 现在要给它切片了 这里需要一些耐心 记得这些头顶和尾端的部分都不要的 以免炸的时候会不分开 我们现在要开始炸葱油了 冷锅下油然后才开火 直接就下切好的葱头 这个时候开大火 然后用铲子慢慢的这样去搅拌它 你不搅动它的话 炸出来会连着一起的哦 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大火 你一直弄它就会分开一圈一圈了 像这样 还是大火继续搅拌 你看这上面开始飘上来的就可以放姜末 还是一样大火继续搅拌不能偷懒 搅拌到最后葱头又飘上来了 像这样时候我们就可以放蒜末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关小火了 然后再继续的慢慢搅拌均匀 这时候记得哦 人是不可以走开的哦 一直不停的搅拌 直到它的颜色开始变金黄色后 然后就可以准备一根这样的蜜漏网 把火关了 把它们全部都捞出来 记住哦 一定要关火了再捞出来 全部捞完之后我们放入盘中 接着要快速给它搅拌一直搅拌 因为葱头里面还是会有温度的 等它散热之后 我们的葱头酥就是脆脆的 这一款是百搭款式的葱头酥 可以直接装罐子 或者是等油也放凉了 就把剩下的葱头酥加入油里面 要吃的时候可以直接配在面 或者是饭菜上面 超方便超好吃的百搭葱头油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哦 记得subscribe我 打开小铃铛哦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